乌尔战火延烧中欧的匈牙利三号举行国会大选 亲俄的总理奥班不卷入乌尔冲突的策略奏效 成功赢得四连任 不过接收难民最多的波兰却直接表明 愿意让美国在境内部署核武 直接挑动俄罗斯的敏感神经 在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 匈牙利总理奥班庆祝赢得第四个任期 成为欧盟在位时间最久的领导人 他宣称战胜了欧盟的官僚 出生在匈牙利的金融巨额索罗斯 国际主流媒体 刚乌克兰总统责论斯基 这次大选面面临六个反对党的联合挑战 希望终止他连续12年执政推行的非自由主义革 没想到他发挥国家机器的宣传力量 强调匈牙利不应该卷入欧乌冲突 结果反而奏效 the result show that after 12 years of brain washing 奥坦可以一直在这些国家赢出 奥坦但化俄罗斯侵略的残酷 前置媒体报道 虽然他不反对制裁俄罗斯 也接受不少乌克兰难民 却拒绝给予乌克兰军事援助 也拒绝停止进口俄罗斯的能源 如果俄罗斯没有进入 能源于俄罗斯 的话没有能源于俄罗斯 欧洲战争因埋隆罩欧洲 收留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却表示 不排除在境内部署美国的核武 以防防俄罗斯进一步的侵略 如果俄罗斯人员请我们 俄罗斯人员在鲁兰难民的波兰 就会我们为了解采访 我们为了解采访 波兰副总理卡秦斯基 不但海外北约 在波兰成立东欧的作战总指挥部 还跑转得发两国太清俄 坚决不向俄罗斯的集权恐慌低头 中文报道